30歲生日禮物 大家如果覺得不OK的話 請去陳語希的社群網站上留言 說你送錯禮物了 我們不要亂講話 有一點害羞今天要來介紹 張淑豪的10樣貼身小物 先來講一個年代最久遠的香水 我從高中就一直用這一瓶香水用到現在 而且沒有換過任何其他的香水 原因是什麼呢 在我高中18歲生日禮物呢 我們高中的同學大概有十幾個人 他們一起出資然後送給我那個香水 當時我聞的時候我就覺得 嗯 蠻舒服的一個味道 從那天開始我就一直用這一瓶香水用到現在 都沒有再換過 它已經變成了我一個很熟悉的一個味道 所以我已經沒有辦法再換其他的香水 再來這個貼身小物非常的有趣 去年我們在拍如果愛重來的時候 沒錯 它就是當時合作的製錄品牌 它叫山芙蓉修護凝膠 然後有一次我工作的時候 手不小心有刮到 然後導演就說 欸 我們剛剛不是那個拍那個什麼製錄嗎 把那個山芙蓉修護凝膠拿來拿來 說要擦一下你幫我們大家看一下 它是不是真的有用這樣 我那時候心裡想說真的假的 然後我自己平常後來帶著它 它就是有一些皮膚比較乾燥 或是有脫皮的地方會把它擦一擦 就覺得還蠻好用的 是一個貼身的小用品 這隻手錶呢 是Gucci的 在逛他們店的時候看到了這隻手錶 然後我覺得它蠻有氣質的也蠻適合我的 那時候就很努力的一直存錢存錢存錢 就買了這隻人生中第一隻手錶 這已經戴了七八年應該有 我已經修了它好幾次了 包括電池的部分啊 淨水的部分 因為畢竟它不是淺水錶你知道 然後我有些時候就會忘記它 就是去洗手啊 洗碗啊 然後就發現 嗯 怕不動 再來是隨身旅行包 這個很特別喔 它是Nike的 像我裡面就有放了 被蚊子咬的遮瑕痘痘藥啊 護唇膏啊 還有漱口水 這些東西有一些可能會怕破掉 在包包裡面 其中這個裝我就覺得 有一種自己的一個小倉庫的感覺 然後也因為跟Nike 就是熟悉我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我跟Nike也合作好幾年了 對 所以收到他們送的這個 小禮物覺得非常的貼心 所以我不懂為什麼他們要送我粉紅色 再來是這個鑰匙圈 它是手工的木質鑰匙圈 然後是我們家養了19年的那隻狗狗 在狗狗去世的那一年的時候 就是我身邊幾個很重要的朋友知道我心情不是很好 然後他們也希望我可以帶著一個 帶著一個很像他在我身邊陪伴我的一個小東西在我身邊 所以他們就去訂做了這個鑰匙圈 然後就把它放在我的汽車鑰匙上 對 所以每天會陪著我出門 認識我很久的朋友應該都知道就是我非常喜歡海賊王 這個呢也還是一個鑰匙圈 但是意義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海賊王對我而言有點像是一種啟發 不管是在我平常生活中還是在我工作上 這個漫畫帶給我很多正面能量的一些意義 有些時候在生活上你很沮喪的時候 或是你在工作中你有很想放棄或是很想抱怨的時候 然後我看到這個鑰匙圈的時候 我就會告訴我自己要莫忘初衷之類的想法 再來是這個耳機 我從高中大學的時候就很習慣在馬路上一個人 我聽的音樂就會讓我有一種安全感 然後會覺得比較自在 那順便來介紹一下我的平常愛聽的歌單好了 剛好最近在宣傳《如果愛重來》 然後他們的片尾主題曲 其實我真的蠻喜歡的叫《平行時空我愛你》 我如果發現一首歌我很喜歡 我就會一直瘋狂的repeat 我大概聽了應該有 這算起來應該有二三十遍吧 反正這個耳機呢 賠了我三四年的時間 在我工作的時候 如果需要一個人安靜的時候 或者是培養情緒的時候 我就會帶著它 所以耳機對我嚴世一個 在生活中工作中可以給我很多安全感的一個貼身小物 這個是陳雨昕送給我的三十歲生日禮物 她會送我這個原因就是因為她受夠我一直戴雷鋒的太陽眼鏡 但是她說她在買的時候她非常的緊張 她非常怕我戴了很不適合 我自己戴了我是覺得還蠻OK的 大家覺得咧 大家如果覺得不OK的話 請去陳雨昕的社群網站上留言 如果很好的話呢 也歡迎大家去她下面留言說 你送了一個很棒的名字 好 再來是這個帽子 這是懷修送給我的一個禮物 它是全雞皮的 這個牌子呢在國外 它做帽子非常有名 做真皮的帽子 通常如果我是收工了 要戴帽子的話 我都不太捨得戴它 因為它是一個蠻貴重的禮物 戴起它我就會想到那時候 我們一起去拍MV 然後也想到是我最好的兄弟送我的帽子 再來 這個貼身小物啊 是我最近的新作品 《路過愛重來》 他們做的一個筆記本 它的前面呢 就有一張我的圖片 有點害羞 我來看一下它裡面有什麼 行事曆 然後跟空白的 可以記錄一些生活點滴 然後還有一些可以 記錄你的生活支出跟收入 我覺得做的還蠻有質感的 雖然說我是真的有點害羞 我媽一定會罵我是不是自戀 但是因為最近就是宣傳期 所以不好意思 這就是我的貼身小物